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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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间旁边的草丛里一个魁梧的身影抱起 头顶正亮 没有一丝头发 拦腰将女子扑倒 拖入小镜另外一边的草丛 压在了身下 女子惊怒交加 大喊道 救命啊 救命啊 头顶正亮的汉子大笑道 沈夫人 别叫了 今日前去山顶你孤安的一共有二十三人 除你之外可全都走了 听说 你夫君有隐疾 导致你一直不能诞下自私 我那心善 今日就想帮帮你 女子性慕原争 怒视着汉子 提高嗓门 让自己装着胆子 你知道我是沈安之的娘子 自然也明白沈家在常宁城的地位 今日之事若是发生 我保准你无路可走 头顶正亮的汉子的手指轻轻划过女子如天鹅一般的雪白搏梗 冷笑道 沈夫人 这种事情说出去 你说 别人是觉得我强迫你 还是你与你家相公不满意 自己来找我的呢 女子正是常宁城里有名的才女 郑燕雨 据说 她出生时 平地起雾 下了一场细雨 燕雨朦胧 恍若江南 其父便为她取了这个名字 与常宁城最未出名的才子沈安之士轻为竹马 自小有婚约 两个人已成婚数年 可惜没有子嗣 郑燕雨的婆婆 也就是沈安之的母亲 便一直窜夺着沈安之休妻 郑燕雨倒也没有怪自己的婆婆 毕竟 不孝有三 无厚未大 对于有些人而言 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思想 没有子嗣 难免受人指指点点 于是 郑燕雨便到处求医 甚至其他方法 想要能有个一男伴女的 打肖婆婆于世的想法 感觉到这汉子的手指要解开自己脖梗以下的盘口时 郑燕雨身子一颤 彻底软了 不敢想象那后果 哀求道 这位好汉 只要你放过我 今日之事 我不仅不往外说 还可以给你很多银子 头顶正亮的汉子 抬手捏了捏正烟雨 那吹弹可破的脸颊 看着一滴青泪 顺着眼角滑落 真是处处动人 默然道 今日和夫人欢好后 夫人尝了这滋味 定然是回味无穷 我也不担心 夫人往外说 夫人也会煮动给我银子的 这岂不是两全其眉 郑燕雨彻底绝望了 想要挣扎 可惜 力气太小 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值得闭上眼睛 庞扶是认命了一半 只是恨声道 只要我活着 你就别想好过 确实 这样的事情 对女子而言难以欺齿 但是 我却不是那一类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沈夫人 你相公无能 我来谈爱你 你还能有孩子 避免被婆婆赶走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你怎么非得要拒绝呢 头顶正亮的汉子 摇头叹息 忽然间又点了点头道 夫人 沈安之无能 你正之妙灵 却无法享受归中之乐 自然无法明白其中神妙 等我伺候你一番 等你明白了其中无限乐趣 便挥护着我了 这样的事情 说出去 对谁都不好 外人可不管发生了什么 对你 对你夫君 不免要指指点点 或许是觉得这个事件 玉禅山再也没有外人 头顶正亮的汉子 竟然慢慢劝解起来 郑烟雨 与众心肠地道 夫人 须致 两个人如果相互信任 那么 对于三个人来说 都是安全的 都有好处 郑烟雨大怒道 荒谬 头顶正亮的汉子 见郑烟雨油言不尽 便再也不愿忍耐 他觉得郑烟雨肯定不敢说出今日事 感受着那一抹柔软 手中用力 一颗盘口直接飞了出去 郑烟雨惊呼 彻底绝望 忽然间 破空声响起 掀起一阵尖锐的暴鸣 周围的鸟儿顿时飞起一片 几乎是同一时间 头顶正亮的汉子 惨叫一声 便被击飞出去 一颗石子破开肩膀处的衣服 陷入肉中 将它打飞出去 头顶正亮的汉子 忍着剧痛 荒乱地四处张望 大怒道 藏头鹿尾的鼠背 只敢躲在暗中伤人吗 哦 只见一个青山书生背着药篓 手中还拿着一柄药厨 漫步而来 眨眼间就来到了两个人的身前 静静地看着头顶正亮的汉子 冷声道 我来了 又如何 头顶正亮的汉子双骨战战 转身就要跑 青山书生却是伸手就提起了汉子的衣领 向着左边而去 走入了密林当中 脚步轻快 气息平稳 任由那汉子挣扎 却也无济于事 过了一会儿 听到一声惊呼 随着惊呼声越来越小 青山书生已经返回到原地 已经站起身的郑烟雨 整理了自己的衣物 款款行李道 陈大哥 你将它怎么拉 青山书生耸肩道 没怎样 那边有一个深达上百丈的天坑 我将它扔了进去 能否活命 就看它的造化了 郑烟雨动了动嘴唇 却没有说什么 扔入天坑 估计不会有人发现了的了 他脸上闪过一丝红韵 低声道 今日是谢过陈大哥了 青山书生摇了摇头道 我也是刚巧在附近采药 如果不是去了一处悬崖 来得晚了些 你也不必受此惊慌 青山书生名叫陈玉 世袭的侯爵与沈安智相交莫逆 来往颇多 与郑烟雨也自然是舒适 不过 陈玉却最新读书和医者医道 倒是与沈安之一新科举不同 陈玉目光落在郑烟雨的脖颈处 微微皱眉 郑烟雨觉察到什么 更是羞红了脸 盲用玉手捂住了确实盘口的地方 陈玉的目光一处及时 便向四周找去 不多时 寻到了那一个崩飞出去的盘口 又将自己衣服上铜色的线拆出一段 又从旁边折了一根树枝 并指如箭 削出绣花针的模样 穿针引线 这一番的操作 看得正烟雨目瞪口呆 他一直觉得陈玉是一个斯文的读书人 没有想到 这有这一等绝技 刚才提那个汉子 像是提着一只野兔那么简单 陈玉觉察到 郑烟雨惊差的目光 微微一笑 解释道 我这才要 经常要入深山老林 自然是要多一些武艺傍身的 随后 他拿着针线 说道 第一妹 我将这扣子给你缝上 免得回家解释不清楚 落人口舌 郑烟雨知道 陈玉所说未真 不好拒绝 但是 毕竟是领口之处 又觉得娇羞 值得闭上了眼睛 不曾想 郑烟雨刚刚闭上眼睛 心里正胡思乱想之际 便听到陈玉说道 帝妹 已经缝好了 你自己扣上吧 睁烟雨睁开眼睛 伸手一摸 发现那扣子像是没有掉过一般 十分牢固 便道了一声谢 陈玉开口道 帝妹 你先走吧 我在后面护着你 还有 我要劝你一句 求子之事 还是找我们异者郎中 身为异者 对于这些旁门左道 我认为没有什么用 行 我记下了 郑烟雨说了一声 又道谢一声 便匆匆赶路 他也知道 陈玉部和他同路 也是为了他的名声 他出门求子 不带丫鬟 不让人知道 自然也是怕人说闲话 想不到今日 差点遭殃 想起来一阵后怕 脚步更快 不过 念及陈玉就在身后不远处 便又觉得心安 到了家时 便已经是晚上了 他却不知道 陈玉护了他一路 即便到了长宁城里也一样 郑烟雨回到家中 不敢说出今日事 怕被婆婆于事刁难 只是 即便如此 也没有得到 婆婆于事的好脸色 在上宇缠山 求子的真相 在家待了数天后 郑烟雨思虑清楚 从嫁状里拿出二百两银票 再次上了宇缠山上的尼固庵 据说 长宁城 甚至附近的十里八村 有不少人家的女子在此处求到了子寺 不过 据那里的师太所说 任何事都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他们不强求 一定要考虑清楚 每个人的代价又不一样 这几天 想起婆婆的神情 再次提及休憩之事 自己的夫君似乎要顶不住母亲给的压力了 郑烟雨自然是觉得十分紧迫 便决定再次前去与缠山 依旧是独自一人 她不想让别人知道 下午的时候 师太问她是否考虑清楚 她坚定地点头 将银票给了师太 师太很满意 将她带到一处厢房 便转身走出 锁住了房门 随后 郑烟雨便惊呼起来 厢房之中 竟然还有一个模样俊俏的男子 郑一脸炽热地盯着她 郑烟雨立刻拍着门 大声喊道 师太 这是怎么回事 师太笑道 夫人这是明知顾问 夫人向囚子也答应了下来 自然知道这囚子的办法 夫人放心 这厢房隔音很好 莫人会知道 夫人拿出的银子 自然也是给里面那位狼君远走高飞之用 很安全 说到这里 是太顿了顿 继续道 而且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 或者其他方方面面都会让夫人满意 并且直到夫人有了身孕 这位狼君才会离开 所以夫人不用担心 说完 师太便走了 也正如师太所说 这厢房的隔音很好 任由郑烟雨如何喊人 外面都没有声音传出来 他只好转身 看着那位俊俏的年轻男子道 我后悔了 你别过来 当时太开门 就当没有发生过今日事 年轻俊俏男子笑道 夫人不必如此 既然来了 只能让夫人无功而返 再者 夫人既然见过 知道了此地 如果什么都不发生 轻易离开 我们也没有安全感 您说是不是 若是事后 夫人不满意 在下就立刻远走高飞 好聚好散 绝不毁了夫人的情欲 郑烟雨真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随着俊俏年轻男子的步步紧逼 他只能连连后退 退到了墙边 便也无路可退 正在这时 门被人一脚踢开 一个青山书生走进了屋内 正是陈玉 陈玉摇头叹息道 弟妹 你呀你 怎地如此不听劝呢 年轻俊俏男子紧张地看着陈玉 毕竟门被锁着 却被陈玉一脚踢开 这门可不简单 而陈玉一脚那么轻松 只能说明陈玉更不简单 陈玉似乎知道年轻俊俏男子的想法 只是笑了笑道 我知道来此地都是你亲我愿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断你们的路 但是想必我要带个人离开 也不会有人拦我吧 这时 先前领着郑燕宇来此处相放的师太初陷在了门口 双手核实道 师主慈悲 走吧 陈玉扫了一眼失态 叹息了一声 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让郑燕宇跟着自己走 离开尼固安 走了好一段距离 彼此没有说话 小路上十分安静 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了 郑燕宇率先打破了沉默 好奇道 陈大哥是怎么发现我在那里的 陈玉解释道 我来采药 有些口渴 便想着来讨一碗水喝 郑燕宇看向陈玉的后背 没有药篓 药上没有药处 陈玉也觉察到了郑燕宇的目光 眼神有些躲闪 连忙解释道 我在一处悬崖采药 没有留神 要搂跌入了悬崖另外一侧 便没有捡回来 说着 他似乎是怕郑燕宇再问 便岔开话题道 你执意来此 看来 还是因为沈兄的原因啊 我与他相交 应该会听我的话 我去帮你劝劝 以后 谢莫冒险了 郑燕宇点了点头 眼圈一红 再后来 陈玉便和郑燕宇分开了 来往路上 自有行人 终究是休息了第二天傍晚 陈玉去了沈安芝的家里 借口要找沈安芝切磋起义 对异过程中 陈玉委婉地提出 不让沈安芝休息 若是没有子嗣 自该找郎中 像郑燕宇这样的才女 可是千金难求 沈安芝苦笑 说出了母亲 想让她休息的真正原因 原来 嫁入三年 没有子嗣 让她休息 不过是借口而已 要知道 这样的事情 容易解决 或者娶妾 或者找同族过计 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两个人轻微竹马 又成夫妻 又是才子家人 两个人经常感情十分要好 一天十二个时辰 除了出宫外 几乎一直都相伴在一起 红袖天香 十分快活 可是 在母亲于是眼中 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觉得郑燕宇 消耗了沈安芝的精力 让她无法安心读书 因此 才会屡屡不重 身为才子 却无法考中一个秀才 十分可笑 陈玉再劝 沈安芝点头答应 绝不再提休妻之事 有了沈安芝这一份承诺 陈玉心中一叹 倒是十分安心 没有想到 一个月之后 沈安芝却突然间找到了陈玉 让陈玉帮忙 看顾一下郑燕宇 陈玉载戏一问 这才知道 沈安芝终究是莫傲过自己的母亲于是 还被休妻 母亲于是便开始为她张罗着相亲 最终 无奈之下 值得休妻 另娶一个大家闺秀 但是 沈安芝并没有放郑燕宇归去 而是另找一处别院 安置了郑燕宇 堂堂一个才女 因为对沈安芝的感情 甘心要做一个外事 让陈玉看顾一下郑燕宇 是因为沈安芝要成婚 怕郑燕宇心有不甘 趁着新婚时 前去沈家闹上一场 陈玉听闻后 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连说了三个好字 说是自己答应了下来 便将沈安芝赶走了 第二天 沈安芝迎亲 举办婚礼 陈玉作为沈安芝的朋友 没有去帮忙 也没有钱去吃酒 反而失去了郑燕宇所在的别院 别院之中 颇为冷清 只有一个丫鬟相伴 与另外一处热闹相比 差距很大 一个月未现 郑燕宇清减了几分 略显消瘦 默默守户中求婚 坐在屋子内 郑燕宇意味深长地问道 今日他成婚 陈大哥不去迎亲吗 陈玉摇头道 安置让我来照顾你 照顾我 郑燕宇凄凉一笑 苦笑道 他是担心我前去婚礼上闹事吧 他将我当成什么人了 陈玉一声叹气 郑燕宇不愧是有名的才女 直接便猜中了沈安芝的想法 郑燕宇沉默了一会儿 陈生道 陈大哥放心吧 我也自有自己的颜面 不会前去的 你作为他的朋友 这个时候还是要去帮忙的 这是在送客 陈玉苦笑 自然明白 值得起身离去 他也相信郑燕宇不会前去 一身青山的陈玉 来到热闹的婚礼现场 个个都是脸上挂着笑容 谁又记得起 那个别院中的伤心人呢 他望着热闹的迎亲和送亲队伍 不由地眯了眯眼镜 附在背后的手指连续弹动 忽然间一阵微风而起 倒是不显眼 做完这一切 陈玉微微一笑 正准备继续看下去时 眉头顿时紧皱 忽然间化为一阵清风而消失 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在那里出现过时 他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了别院之中 丫鬟正在院落里扫地 他已经到了屋子内 江玄在梁上的郑燕宇救了下来 陈声道 你这是何必呢 郑燕宇眼中含着泪水 神情无比欺然地道 陈大哥他一另取 我不能总做外事 我家中也是书香门第 岂能因我坏了名声 不如自挂于此 陈玉反问道 你自挂于此 倒是爽利 想过你的父母吗 你自挂于此 便不是外事了 便不是被修了 便不累积父母兄弟名声了 郑燕宇哑口无言 陈玉说的有道理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陈玉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嫁给我吧 我保证 一生一世一双人 不再让你受到委屈 如此 也不会累积到你父母的名声 而且 也可以让安知安心科举 也不累积他的名声 郑燕宇知道 陈玉心悦自己 两次就自己 岂会是巧合 只是 有些事情 以前只能默默 无声陪伴 不越界 不说出 可是如今的境况变了 这确实是一份难得的神情 陈玉堂堂一个侯爷 竟然一直不娶妻 甚至娶他一个被修之人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要面对怎样的压力 经过一番犹豫和陈玉的一番说辞 郑燕宇终究是同意了陈玉的求婚 随后 陈玉便将郑燕宇送回了母家 第二天便找了梅人 十分郑重地上门提亲 无论是礼节 还是所带之礼物 都极为讲究 丝毫不因郑燕宇是在嫁之人而轻视 很快就定下了良辰吉日 正是在一个月之后 拥有时请珍惜 失去了后悔莫及 时光已逝 白鞠飞驰 一月之期很快便到 成婚当日 十里红妆 满城欢庆 超越了神安之婚礼太多 洞房花竹也 冰旁进去 陈玉却没有着急 给郑燕宇接纳红盖头 也没有急着喝那喝紧酒 只是静静地坐着喝茶 听着外面的时间 淡淡地道 这个时辰了 你还不来 当真是不来了吗 又过了一会儿 陈玉起身 同一时间 洞房门被踹开了 神安之闯了进来 陈玉淡淡地道 你终于来了 你来的正是时候 神安之众没到 你在等我 你知道我要来 陈玉耸见道 我确实喜欢燕宇 但是我知道他喜欢你 我已成婚未居 便是想试探你的心意 既然你来了 我便将他还给你 沈安之功身抱拳道 多谢陈兄 陈玉叹息道 且行且珍惜 至于没有子嗣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呀 我已经寻到那两位草药 以后没有问题了 你带他 你带他走吧 沈安之连忙道谢 来到 郑燕宇的身边 说道 燕宇 对不起 我忘不了你 这一次 我会坚持到底 回去之后 我便休妻娶你 郑燕宇一把扯下了自己的红盖头 红着眼睛 怒斥道 沈安之 你想休妻 便休妻 那人家姑娘 便可以让你这么随意吗 你将我当成了什么 你将那位姑娘 当成了什么 沈安之一时 说不上话来 陈玉开口解释道 其实 安之成婚事 我觉得 你们可能负荷 所以 我便动了一番手脚 那位新娘 不是真的新娘 她被我藏起来了 那新娘 不过是我用一个 不偶换话来 无妨 说清楚便好 沈安之和郑燕宇对视着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陈玉想的可是真的周到 然而 郑燕宇深吸了一口气 摇头道 我不走 我走了 别人又该如何看我 又该如何看陈大哥 我在时 你不珍惜 我走了 我们之间就结束了 你走吧 就当你没有来过 沈安之如遭累积 正在原地 不知所措 过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正正地看着郑燕宇那决绝的表情 亮腔地向外走去 七窗地喃喃自语道 你拥有识 不珍惜 等失去了 已经为时已晚 自己弄丢了 怕也只是活该 多年 多年后 沈安之已经是儿孙满堂 可是 他终究只是考上一个秀才 就此直步 陈玉和郑燕宇也是儿孙满堂 只是 陈玉和郑燕宇 在他们的第一个孙子出生后 便离开了常宁城 游历天下 行医江湖 被人称为神仙眷侣 留下了许多传说 这正是满木山和空念园 落花风雨更商春 不如连曲眼前人 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 此情可代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皆因数 岳阳城西五十里 有一个牛头村 村里有个姓李的老郎中 年过四十 十年前孤身一人来到牛头村 当时村里流行瘟疫 幸亏由李大副出手 才没有造成伤亡 村长感念他的恩德 就在村里 给他找了一个院子落脚 李大副的医术很高 性格也是平易近人 替人看病 经常不收去枕金 连药也是 有多便宜 就用多便宜的 所以 虽然他的名声 在十里八村传得很广 每天来找他看病的人 也络绎不绝 生活却始终过得很简朴 村里曾有媒婆 想给李大副说媒 李大副却摇了摇头拒绝了 说自己 曾经有过一个妻子 只不过生了重病 自己没有前进一生 以至于妻子病死了 从那时起 李大副就立志学医 替穷人看病 且发誓不会再去 随着年龄一天天过去 李大副也不禁感觉到 有些孤独 这天 老村常来找他闲聊 圈道 你这磨大岁数了 还是孤零零一个人 就算不找个婆娘 至少也收个儿徒 一来不至于使你的医术失传 二来也能有个人给自己养老送终不是 李大副心里颇微易动 摇了摇头说道 你说的不错啊 我也有这个打算 只是儿徒收进门 就与自己的亲生儿子无异 选择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无论是品行还是天赋 都要上乘的才好 难找啊 老村长笑了 说道 我有一个外家侄子冯阳 可怜他的父母全都去世了 这些年全是我接济他 如今他已经满了16岁 也该学个吃饭的手艺 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品行绝对信得过 你要是不嫌弃 改天我带他来见您 老村常有恩于李大副 即使他开了口 李大副也不好拒绝 点头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老村长就带着冯阳来到了李大副家中 李大副刚一出门 冯阳就跪了下去 喊道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李大副呵呵笑道 好机灵的孩子 你这一拜 我不受你还不行了 也罢 看来我们真是有师徒的缘分 你起来吧 今后就在我这里住下 老村长文言大喜 对冯阳说道 你师父医术超神 宅心人后 你要能学到一招办事 也足够你受拥一生了 一定要好好侍奉师父 不可造次 冯阳点头答应了 然后势力在李大副身后 老村长又和李大副闲聊了几句 这才面带笑意的离开了 自那以后 冯阳就跟着老村长学医 先是学助辨认草药 再被汤头割 等到开始能给师父打下手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了 这天 李大副带着冯阳出诊回来的时候 在路边遇到了一个昏迷的男孩 约莫十三四岁的样子 面黄肌瘦 双眼紧闭 出气多 尽其少 眼瞅着就要不行了 李大副赶紧要冯阳将男孩 而被上带回家里诊治 在他的悉心救治之下 男孩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通过交谈得知 男孩叫做吴越 家里发生了旱灾 全村人都外出讨饭 他的父母都饿死在了路上 即便是他也在鬼门关里徘徊了很久 如果不是李大副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李大副听完吴越的遭遇 也是唏嘘不已 说道 眼下你也没有地方去 不如暂且在我这里住下吧 左右不过是天双筷子的事 吴越听完赶紧说道 您真是个大好人 不仅救了我的命 还能让我吃上饭 您放心 我会干活 以后家里的活我都包了 绝不会白吃白喝的 李大副笑着点了点头 自从吴越来了以后 冯阳请轻松了下来 什么扫地 洗衣 砍柴 挑水 做饭等等的杂活 全由吴越一个人做了 不要他操一点心 李大副曾笑着跟冯阳说道 吴越这孩子 手脚紧快 人也忠厚 倒是个好苗子 冯阳听完 心中一灵 不动声色地附和了两句 晚上睡觉的时候 冯阳对吴越说道 小月子 你想不想找个差事做 老着磨在家里 靠我师父养着 也不是个事啊 吴越文言急忙说道 冯阳 不瞒你说 我早有出去做工的想法 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才好 冯阳说道 你有这个心就行 我跟师父出去看病的时候 也会帮你打听着点 有好的去处 就帮你说道说道 我近来医治的病人不少 这点本钱还是有的 吴越高兴极了 说道 谢谢冯阳照顾 要是没有您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找到工作以后 一定好好赚钱 报答您和师父 吴越顿了一下 眼神中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接着说道 您的医术这磨好 要是我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冯阳眼中金光一闪 说道 这医术可不是好学的 我跟着师父学了四五年了 到现在才勉强能帮人看病 你还是好好找份差事做吧 吴越眼神疑暗 点头称是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过了几天 冯阳心智勃勃地 找到吴越说道 小月子 我去给城里里原外看病的时候 说起你的事 请他帮忙 里原外看 在我的面子上 愿意招你做个长工 你去了好好钱 可不要丢我的脸 吴越嘴角咧开 笑意止不住地流淌 说道 吴大哥 这件事真是多亏了你 你放心 我去了里原外家 一定会勤快钱活 不会丢你的脸 我去跟师父说一声就去 冯阳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事不宜迟 我先带你去里原外那里 师父这边 我会替你解释的 你现在找他请辞 也没事磨用 不如先去挣点钱 回来提点东西 看望师父比什么都强 吴越想了想 也是这个道理 于是就跟着冯阳 到了里原外家 冯阳对里原外耳语了一番 然后勉励吴越好好钱活 然后就离开了 晚上的时候 李大夫看吴越 一直没有回来 好奇地问道 小月子去哪儿了 怎么今天一天 也没有见到他的人 冯阳回道 小月子的觉得老是在我们这里 白吃白喝 过意不去 在里原外家找了个差事 说挣点钱再回来孝敬你 不好意思跟您开口 就让我代位转告 李大夫摇了摇头 说道 这孩子孝顺 我本来选想收他做弟子 罢了 人格有志 也许是我们没有师徒的缘分 冯阳按道一声侥幸 要不是自己行事早 吴越这小子就会来抢师父的一波了 心里这样想住 嘴上却说道 我也是这么说他 不如留在这里跟您学习医术 可他嫌辛苦 没有答应 李大夫没有说话 只是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冯阳去做了饭 两人吃了就休息了 一夜无话 随后的时间里 冯阳渐渐可以自己出诊了 与李大夫不同 相比起来治病就人 冯阳更喜欢赚钱 他替人看病的时候 往往要收取很高的诊金 私收病人的礼物 且普通的老百姓来看病的时候 冯阳爱大不理的 专门喜欢替达官显贵看病 时间久了 这件事渐渐传到了李大夫的耳中 李大夫很是生气 江冯阳训斥了一顿 冯阳有些不服气 争辩道 我赚钱不也是为了孝敬您吗 我看别的大夫看病比我要的还多 只有咱们苦哈哈的过日子 李大夫怒道 你还敢顶嘴 咱们做大夫的第一职责是救死负伤 获得一些报酬也无可厚非 但是绝对不能夸大病情 高价卖药多受多药 要赚钱就不要做大夫 要做大夫就不要想着赚钱 这是祖师爷定下的医德规矩 你若在这么做就别再说是我的弟子 冯阳被训斥了一顿 心里十分委屈 跑到城里去喝闷酒 正好遇到一个大夫行医 那大夫门院前车马纷纷 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 前来看病的人都衣着光鲜 十分恭敬 茶水挂过美酒佳肴 全都准备得整整齐齐 冯阳跟着去凑热闹 打听到大夫名叫野公 几个月前才来到这里 医术高绝 就是价格太高太重 凡是病人邀请他出诊 就必须承担轿子随从等费用 将他伺候住 还必须有上好的美酒奉上才行 冯阳看得眼热 心里想着这才是民医的生活 锦衣玉食 地位尊崇 想不通师父为何如此顽固 非要给那些穷光蛋看病 非但赚不到什么钱 有时候还要搭进去一些 到了中午的时候 人群逐渐散去了 冯阳也恋恋不舍地准备离开 野公突然叫住了他 小有且慢 我看你也像是我的同道中人 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 何不在我这里吃个便饭 冯阳心中大动 激动地搓了搓手 有些局促地答应了下来 野公摆了白手 立刻有几个妙龄女子 端着托盘款款款走来 真各路腐包胎 灵干凤髓 无所不由 全都是冯阳没有见过的美食 香味扑鼻而来 勾得冯阳的蝉虫 在肚子里乱撞 野公点头示意他吃饭 冯阳顾不得礼仪 当即就狼吞虎咽了起来 又由少女端来酒杯 冯阳看得眼都直了 叶公剑撞笑道 我知道小有败在李大夫门下 按说医术也应该十分精觉 怎么看起来 似乎并不太如意的样子 冯阳叹了口气 说道 我师父不准我多受枕金 连药也要用最便宜的 我虽然也行医 但是跟您这样的生活 还是比不了的 野公笑了 说道 人活一世 不过白载而已 何苦要这么为难自己 空有一身本领却 不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岂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吗 冯阳点头称是 认同地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奈何我师父太顽固 为此还把我骂了一毒 叶公趁机说道 这其实也不难 只要你能够教我 鬼门十三针 我可以让你脱避在我的门前 像今天这样的生活 唾手可得 冯阳眼睛一亮 随即又暗淡了下去 说道 能够脱避到您的门下 我真是求之不得 只是这鬼门十三针 是什么老实子东西 我并未听说过 叶公并未感到失望 说道 如此看来 你师父对你 还是有所防备啊 这压箱底的秘书 都没有告诉你 嘖嘖嘖 冯阳眼中流露出恶毒的神色 说道 这老家伙太不厚道了 我像亲儿子一样 侍奉他这么多年 却连一门针法都不肯教我 叶公也为他感到不平 说道 你师父必咒自针 肯定是怕你学会 鬼门十三针之后超过的 不如这样 你钱回家中 偷来这本秘法教给我 我可以保你荣华富贵 冯阳大喜过望 连连答应了下来 喃喃道 老家伙 既然你不忍 那就休怪我不义了 回到家之后 冯阳就开始左翻右找 却始终一无所获 心里更加认定 是师父防住自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就可以暗中观察 李大夫的一举一动 发现他每晚睡觉前 都会打开一个木匣子 取出里面的东西 观察许久 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放进去 将匣子啰嗦藏起来 冯阳为自己的发现 激动不已 趁着师父外出的时候 偷偷取出了匣子 因为害怕被发现 着急忙慌地投奔夜宫去了 从此就再也没回来 李大夫回家以后 发现冯阳失踪了 叹了口气说道 罢了 终究没有师徒的缘分 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木匣子找不到了 李大夫瞬间慌了身 将整个家都翻遍了 也莫找到 失魂落魄地坐在窗边 庞扶一瞬间又苍老了几岁 几天之后 吴月终于领到了宫前 心智勃勃地买来糕点 回来探望李大夫 得知冯阳离开的消息之后 吴月决定辞去工作 返回家中照顾李大夫 吴月对李大夫十分尊敬 李大夫也很喜欢这个忠厚的小伙子 于是主动提出要传授他医术 吴月兴奋地磕头拜师 被收养的几年来 他无时无刻不幻想 这有这么一天 背地里也偷偷学住编认草药 李大夫也有意无意地指点他 所以吴月地根基还是十分扎实 没过几个月 就已经得了李大夫的真传了 这天 师徒俩正在配药 门外突然想起了 堵堵堵地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昏迷在了门前 两人吃了一惊 赶紧将她抬进了屋内 在看清楚女子的容貌之后 李大夫惊得后退了两步 喃喃自语道 像实在是太像了 真的是你回来了吗 吴月疑惑地问道 师父 你说什么 谁回来了 没 没石墨 你在这儿看着 我去熬些汤药 李大夫说着就出了门 看背影 似乎有着逃跑的意味 女子醒后 告知他们 自己名叫宝儿 说自己父母双亡 一路讨饭来到这里 本想诛头奔亲戚 无奈亲戚家早就搬迁了 现在举目无亲 恳请师徒俩收留她 吴月看她可怜 向师父请求道 师父 宝儿姑娘实在是太可怜了 要不咱们就收留她好了 李大夫眼神复杂 木然地点了点头 宝儿感激地看了吴月一眼 眼中似乎涌动着别样的情愫 在之后的日子里 宝儿又承揽了所有的家务 家里家外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 每天都会做上香喷喷的饭菜 而且总是对吴月表现出似有若无的好感 所谓女追男阁层杀 在宝儿的刻意引导下 吴月很快就沦陷了 李大夫却总是严厉地要求她 离宝儿远一点 这让吴月被赶苦恼 这一天 宝儿找到吴月说道 月哥哥 其实我心里喜欢你很久了 你会喜欢我吗 吴月心中一荡 激动地说道 喜欢 我当然喜欢你 等师父回来我就去求她 让你嫁给我 两人四手紧握 双目对视 房间里充满了暧昧的空气 就在这时 李大夫面色铁青地走了进来 两人赶紧松开了手 李大夫看了他们一样 冷冰冰地对吴月说道 你跟我进来一下 我有话对你说 吴月心中一沉 老老实实地跟着李大夫进了门 正当地想着如何跟师父开口的时候 李大夫率先说话了 我要跟宝儿成亲了 以后她就是你的师娘 你也学成了 该出去闯荡一番 今天就收拾行李走吧 此言一出 于吴月而言 不至于擒天霹雳 他呆里在当场 好久才缓过身来 愤怒地质问道 师父 魏师摩 你这摩大年纪了 几十年都没有再去 魏师摩要祸害宝儿 李大夫的声音没有一点感情 说道 正因为我没有今年活头了 所以才要赶紧娶亲 你还年轻 以后的选择还有很多 我老了 等不起了 再说是宝儿自愿要嫁给我的 不信你可以问他 吴月难以接受 跑出去询问宝儿 宝儿流着眼泪说道 你师父的人面受心 趁你不在的时候 强行要了我 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 宝儿说完泪流不止 吴月听得目自欲裂 万万没想到 平日李和挨可亲的师父 竟然会是这种人 此刻的他只想逃离这里 发了疯一样跑出家门 第二天 李大夫就宣布自己要迎去宝儿 村里人一时哗然 有人说李大夫晚节不保 一大把年纪了还娶妙龄少女 有人说他会享受 连老还不忘了风流 很快就到了成亲的日子 李神医在外面迎客 宝儿一个人守在屋里 突然房门被打开 宝儿抬头一看 竟然是消失了许久的吴月 宝儿有些惊慌 随即又恢复了淡然 激动地说道 岳哥哥 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我等你很久了 我不想嫁给你师父 你带我走好不好 吴月面沉如水 眼神冰冷 质问道 你为师母要害我们师徒 宝儿眼神慌乱 说道 岳哥哥 你在说什么 是你师父害我 我哪有害你师父 吴月上前一步 继续和吻道 你为师母要害我们师徒 宝儿刚要说话 李大夫已经送完宾客 走进了房门 相公 你这个孽徒要非离我 你快把他赶走 宝儿一见到李大夫 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疯狂喊叫 师父 我没有 你听我解释 这个女人不是人 她是来害你的 吴月急切地说道 李大夫神情痛苦 没有说话 宝儿还在往吴月身上泼脏水 够了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我只是想在临死前再献她一次 李大夫说住 抬手飞出一根银针 没入板的身体里 原来 当初冯阳偷走的 不是鬼门十三的秘籍 而是李大夫过世妻子的画像而已 夜宫与冯阳是天生死地 一个学了鬼门十三针 专刻阴魂 一个研习借音术 靠操控阴魂 为祸人间 画册丢失以后 李大夫就想到 大弟子冯阳 可能被夜宫收买了 所以 一直在防备住他 夜宫发现 秘籍是假的以后 恼羞成怒杀了冯阳 事后从招来阴魂 附身于画像之中 谎称为宝儿 接近师徒俩 李大夫看到宝儿第一眼 就猜到了夜宫的阴谋 可他实在是太爱妻子了 看到妻子的皮囊 无论如何也下定不了决心戳穿 因为担心吴月 就赶走了他 自己则决心入局 宣称要跟宝儿成亲 其实也是想再娶他一次 而吴月被赶走以后 并没有跑太远 反而是经常暗中在附近徘徊 两人呈 清荡天早上 吴月看到 宝儿从家中溜出来 担心他做什么傻事 就跟在他身后 结果发现他去陷了夜宫 说起了两人的阴谋 挑拨师徒关系 赶走吴月 趁着成亲当夜里 李大夫不防备 杀了他抢夺秘籍 吴月心中大恨 但是自存 不是两人的对手 所以隐忍了下来 当晚跑来质问宝儿 解释清楚以后 李大夫也使然了 妻子终究是死了 如果鬼门十三针落在夜宫手中 再也没谁能够克制他了 到时候 不知道将会有多少人遭殃 李大夫取出银针 要求宝儿帮他做一件事 事成之后 不但不会伤害他 还会送他入轮回 第二天 宝儿捧着一本发黄的书 找到了夜宫 夜宫欣喜若狂 急忙抢过书来看 不料刚翻开第一页 十三根银针 瞬间射中他的身体 夜宫惨叫一声 化作一团黑灰 宝儿回头摇摆了一下 然后贪然倒地 便成了一张画 李大夫从暗处走了出来 将画上的灰锤敷干净 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 色尽了怀中 从此以后 岳阳城里没了李大夫 也没了夜宫 只有一对云游四方的尸徒 在各地留下救死扶伤的家华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时评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